其实我觉得小太阳 应该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平台 就好像一个游乐场 或者说一个马戏团 那你想到马戏团 你想到游乐场 你就会想到有很多很好玩的元素 会在里面的 所以我一直想说 小太阳很想体现一个感觉 就是说它是一个综合了很多很好玩的元素的一个平台 我一直都觉得学习其实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而这个好玩不只是说在导师身上 在各个姐姐身上也要体现 在父母身上也要体现 跟小朋友身上当然就不例外了 所以小太阳不只是让小朋友成长 那也是让我们这些制造这个平台 给予大家娱乐 各个姐姐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收获很多的感动 也让我们自己成长 从小孩子接触了小太阳之后的话 可能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性格吧 那种耐力 那种认真做事情 勇敢的那个方面 让他们好像一直一个学习的好对象 我感觉到他们很有心要去 他们很有兴趣 所以我感觉到很有心要给他们去学 因为他们有起码知道要学喜欢东西 他们看得到 小朋友还没有看没有看了我们也跟着看 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大人也可以学到东西 不只是小朋友 其实他一岁就开始看小太阳了 所以就看着 小太阳其实是跟他一起成长 然后妹妹就跟着姐姐 也是跟着小太阳一起成长 其实我们常常说 小朋友是看小太阳长大的 但是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其实小朋友也见证了小太阳的成长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经历来的 因为好像大家就彼此见证着大家的长大 然后有一些人回来会跟我们讲说 其实我现在15岁了 我还在看小太阳 所以这种东西好像感觉就好像 感觉是无论在哪一个成长的阶段里面 我们都好像不可或缺对方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互相见证大家的成长 我希望这个是大家都能够很feel good的地方 其实要把一个合集做成的过程 其实不容易 所以当我被问到为什么三年了还要回来做这个合集呢 而且还要出实体的合集呢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了 说到整个的合集的完成 其实它一点都不简单 即使它只是一个儿童的歌曲的合集 我们并不是说只是把那些歌曲 拼凑拼凑起来就出了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整个过程其实它历史可能几乎是要两年的时间 它是从一个 如果熟悉小太阳的合集的话 应该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就从一个节目开始 然后一直到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合集 它是一个过程来的 我最次是担任小太阳这个唱跳合集的制作人 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写歌还有制作 还有教哥哥姐姐们唱歌 在做专辑的时候 我们其实考量的就是《嚷嚷上口》 因为我觉得其实儿歌的话 它要让小朋友能够记得住 能够牵引小朋友一起唱跳的话 那节奏是非常的重要的 节奏还有《嚷嚷上口》 简单的歌词但是却非常有意义的 刚开始知道说要做这个唱跳专辑的这个制作人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心情还蛮开心的啦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几年都有在帮小太阳制作节目的音乐等等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小太阳有一批要非常忠实的粉丝 就是小朋友们他们是非常的支持小太阳做的所有节目 所以我在制作音乐的时候 其实也是抱着一种心态是 非常期待小朋友能够唱我写的歌 然后他们会喜欢 也希望这些歌可以陪专门成长 然后再来就是舞蹈的部分 因为其实就除了唱以外也要配合那个舞蹈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就比较就是跟舞蹈老师做人 我们就花长的时间去讨论这个部分 就是刚开始要做专辑的时候 这整个专辑的整个概念我们就抓得很紧这样 统统欢乐园是小太阳的重点节目 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我在接手的时候 在新一个季节的时候 我加了很多元素 除了本来的东西可以再更发挥之外 我们再加入了2D 3D的动画 讲故事 还有更多的主持人参与其中 小太阳之前的一些基本元素呢 就是卡瑟 就是一个城堡 可是之前的城堡可能它比较立体写实 可是在新一季的时候 我就想让它更充满颜色 更甜 更美好 更童话一点 所以我把很多童话式的场景 设计都带入了这个童童的欢乐园里面 童童的城堡里面 希望小朋友来到这里是充满快乐的氛围 在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们 哥哥姐姐们 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女生 都是姐姐 只有一位大雄哥哥他是男生 所以在key的部分 其实就碰到比较大的问题 像有一些歌 我们如果是觉得说 这个歌应该是女生唱的话 那大雄哥哥基本上 她其实是没有办法唱进去的 因为她的key 女生的key对她来说就太高了 所以有一些歌 我其实真的是针对 为她就是 像是两声定作 我都觉得说 这首歌应该是由大雄哥哥来 来lead的 就是来主唱的 然后姐姐们是像是和音这样子的 所以有一些歌就会 尽量让她去发挥 在专辑的出发点的时候 我们想说站在小朋友的角度去看世界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小朋友的角度去看世界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 他们会对一些很小的事情就会好奇 还有另外一首歌叫肚子饿了 好像这些选很多歌都是跟 就是吃有关 另外一首歌叫肚子饿了 然后我就说 其实肚子饿了 如果是在小朋友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肚子饿了是应该怎样呢 就是你会很想要就是耍一些小脾气 小朋友常常会这样子嘛 就觉得不开心这样子 所以就想把这样的一个情绪 洗进那歌里面 真的是代表小朋友去写的 咕噜咕噜咕 肚子饿了 不烦恼 不吵恼 自己跟自己说了 我肚子饿了 可是我不要吵恼 我不要烦恼 所以就想从这种很周遭很生活的 角度去写一些真的是 很生活话的一些耳歌 给小朋友们去唱 营养却能身体好 我们会装更高 在拍摄的过程中 因为来参与的小朋友有很多 来自不同的单位 然后拍摄工作很赶 所以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我站在的立场是跟他们一样的 而不是说我是导演 要求到怎样怎样 我就用小朋友的心情去跟他们互动 和他们同一个水平这样去看待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完成这个拍摄的工作 其实看到小朋友在参与拍摄的时候 让我有感触的不是一瞬间而已 他是充满了整个拍摄 因为他们就是四五岁 有时是五六岁这样子的年纪 他们不只要配合拍摄 他们是属于带内容给观众的一批人 他们做到的时候 他们时常一起去进行一个东西 一起去完成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时时刻刻都让我在感触感动 所以他不是一瞬间而已 他也一直在推动我们 在让我们这种背后年长的专业人士 更用心地去完成这个工作 其实不只是小太阳在努力 整个的圈子都在努力 创作人也在努力 制作主义也在努力 这个努力就是为了要呈现一样东西 给马来西亚的小孩子 这个努力就好像是大家不去计较说付出了多少 回收多少 不成正比 因为付出跟回收是不成正比的情况下 都要为了马来西亚的小孩子去做这件事情 就好像撒下的种子 但是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长大 或者说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 我觉得这个小太阳的合积就好像一颗种子 那这个种子慢慢在他心里面发芽的时候 就会潜移默化地带来一些你没有想象过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就会埋在他的心里面 到他可能长大了 或者说可能他面对成长的过程里面面对事情的时候 可能这些歌曲就陪伴着他长大 什么东西都没有比 看着你的孩子 见着你的孩子 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我不是一个导弹鬼 我只是还不会分错对 我看见的世界其实非常的美 欢迎你来排队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就开始画面 脑里的画面就开始浮现了 我就觉得有一大片的草地 那是不是我要叫父母 或者说每一个家庭都 都以巴底的感觉来 就是可以铺一个 一个 picnic mat 或者说一块布在草地上 然后就可以坐在草地上面 看星空 然后一起来野餐 然后一面看表演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狂欢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看到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脑里其实是浮现这样的画面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三台前的画面 对 那上面是不是比较好 一开门就是了 一买一点 我觉得我会把我开放过一点 尽量过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路过一千 那边应该要大一点点 我们是有一些户外的感觉 然后我们有一大片青草地的 让大家入场的时候 有一种那种比较跳动 比较跳跃的一些感觉 就不是那么的震惊八百 要坐在那边看表演的 因为我们最终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来跟我们狂欢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地方 作为我们的这一次 也是今年我们首场大型的一个活动的场地 这样子 是个正确的美食 好 而且它是整个美食 是 这样 可以拉 去这边拉 真的很想要他们自己带步来坐在地上 每一次我们的活动 一公开接受报名的时候 隔天就满了 所以很多父母都会反映给我们 知道说能不能再开放 能不能再开放一些名额给他们 然后每一次都要很不好意思地拒绝这些父母 然后也让小朋友失望 这是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希望那个整个的场地 是可以撞得下至少一千个人的场地 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或者地点 能够容纳上千人的 能够有超过一千位父母小孩子 能够跟我们一起大唱跳的 也是我们小太阳一个小小的成就 或者说小小的梦想 每一个入口会有两个工作人员 我现在整个会场的安排是这样 就是准备之后会有两个入口 因为我全部都是Q-10围起来的 回来之后我会有两个入口 入口会有两个工作人员在检查 他们是否去订阅了 就是以笔记来 对 然后里面会有 然后在里面我会有三个西沙船 负责控制 来 这边不要碰位置 坐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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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个Q就是优语的 对 优语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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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当我们讨论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脑里就一直有这个 我要办一个派对的 一个很determined的一个想法出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我就跟大伙说 我要办一个party 当大伙一起讨论的时候 我脑里一直要的东西 然后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能不能这样子 我能不能这样子 我要这个舞台是这样子的 我要大家一起有一个服装的主题 然后要各个姐姐是在台上是有一种 完全就是enjoy在music里面的感觉 然后全部的小孩子都会涌在我台前一起跳啊 一起唱啊 然后妈妈妈妈都可以站起来 一起来被感染到的一个party 这个是我们在讨论里面 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个画面 这样子的东西 道是鲁根 还是我 不用共识心意道是我吗 还是我 Opening 是没有keyboard 是的 好 对 我会不会都一直在那一边 因为他第二段就直接在up 第二段表演是有keyboard 所以他是需要一张桌子 没有 他有 他自己的就是dance 好 他有dance 导致我只要准备好 锅盘跟电子 对啊 OK 锅盘跟电子给他 因为要办一个party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必须要编排一些 比较happening一点的节目了 最主要还是要保留了一贯 小朋友很喜欢的唱跳环节 但是唱跳环节之前跟之后的编排要怎么样呢 这样就变成说就很重要了 因为就要把那个party的气氛带出来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邀请了Alvin 来帮我们做一个开场 然后开场之后呢 然后当然监踪我们也会安排了一些表演的嘉宾 或者是创作人来演唱 所以我们这个party不只是提供小孩子 父母或者一家人一个非常健康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尽兴地在他们熟悉的歌曲里面 去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晚上 让大家去感受说我们的诚意 其实在于说不只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娱乐给你的家庭 但是也是我们去很努力地去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给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音乐 整个马来西亚的家庭娱乐活动一个无限的可能 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来排练 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六呢就有我们的 Asher小太阳Play to Learn Party 为了就是要呈现最好的表演 让大家来我们的party呢有一个惊喜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地在练习 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表演 所以好难找就是擦石头 擦石头 擦 第一段是三次 就是 请记得我快乐转转转 两次 其实每一次的表演我们都有做彩排 而这一次呢我们从星期一就开始练习 因为我们有全新的一个编曲 然后我们要为这个编曲有改过一些些的舞蹈 所以到时候小朋友也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感觉 那这一首编曲呢它其实结合了从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的这张专辑的主题曲 里面呢我们都有编排了不同新的舞步 然后也带来了一种很特别很新的感觉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都蛮喜欢的 也希望大家听到了歌曲过后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一起跳 然后也可以爱上这首歌 就是也是一样七排要走到位 然后第八排才能转 你赶得到他 你自己要输了吗 对啊 然后我觉得回到位子里面 不然我对情节目 不然是不来的 嗯 其实就是去那到时候 然后我们对好那个位 就是Logs 对 第一个是那个风扇 就是大家转的速度不略 对啊全部很不起 然后第二个就是等召唤的时候 全部人就 我觉得我们可以停着 我在召唤这样子 刚才我们的姿势那边不是很奇 所以我们要停下来先 整理好了才继续 OK 每一个舞蹈的小细节呢 我们都想要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在有任何一个人出错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停 然后我们就为了要把它做得更好 不能了 你很敢 这是男人的证明 给我 什么叫男人的证明 你看他每次排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没有人敢在他旁边 因为她很像冲凉这样子 谢谢姐姐 会下雨的 你懂吗 她的汗 好笑 好 唱一首歌 刚刚的练习 我个人非常地满意 因为我们第一次有这么多人 一起同台演出 然后大家给的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然后凑成一个完整的表演 其实整个成果出来的 我会觉得很有力量 所以刚刚我们一起跳完 整个完整的舞蹈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力量 一定可以让小朋友 跟我们一起跳起来 我们的进度大概有60% 还有40%还要继续地努力 我们还有三天 就要到我们的这个小太阳 欢乐派对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们七位各个姐姐 可以很努力地去表现给大家看 做一个最好看的表演 献给大家 我们一起加油 其实我们小太阳是一直不断地超越自己的 我们就希望说歌舞剧之后 其实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在对外办一个活动 所以整个的那个场地的规格条件上面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给到父母们或者小孩子们一个感觉说 我们还是有一个水准之上的一些表现 要体现这一方面的东西 当然整个的那个设计上至少不是一个小舞台 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讨论 在说那个舞台上面至少是 你会看到说它不是一个小舞台至少 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让各个姐姐在上面是可以很尽情地跳舞的 或者说有一个很足够的空间让各个姐姐去表现 而不是局限在那个场地 所以表现不出来的 当然除此之外灯光 然后这个在硬体设备上面 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一个规格底下 让无论你是曾经有出席过小太阳的活动 或者说第一次出席小太阳活动的父母或者小孩子 都有一种很惊喜会很刺激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要做到的东西 也是我们自己要超越自己的地方 这样子 今天是小太阳 Extra小太阳 Huanda 拍队的前一天 彩排 然后我在里面是在里面的 主持人 所以我是想把这一块拉过来这里 嗯 Bever Alvin 出现 对 Bever Alvin 出现 这是一个 Bever 他上台了 我就跟了 会不会说我们今晚的 Huanda 拍队正式开手 那我记得我跟我的同伴们讲说我要做一个party的时候 可能大家还没有感受到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其实要做一个party 其实我们要兼顾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因为第一 因为是小孩子的场合 时间要定在什么时候 然后场地是不是融纳到这么多人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在整个的流程里面都能够抓住小朋友的心 或者抓住小朋友的专注力 对啦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量的东西 如果intro你给Yu姐姐讲话的时候 你给一点音乐来呢 我们玩这样的 我没想象它可能是一个情景 因为那一段之后 因为那一段之后 Yu姐姐就出来讲话 Yu姐姐就出来讲话之后 然后你就耍帅了 就跟他讲 你就讲得慢慢的 sentimental一个表情 然后你就在后面 一段之后 不要买了那段之后 像是我们今天的正月交杯 阿蕾成交鸣 你不要敢再交鸣一点 像是我们今天的交杯 阿蕾成交鸣 你怎么去呢 没有他自己所填的词 你做了吗 因为那个感觉是 我们做了很多 那在今天 你把那套唱 它是大家心里面是感恩的 然后 所以他情绪 不是这样 他懂吗 情绪要再高一点点 可以 好 现场教学 这个很好 我刚才其实在台上 是很压力 因为有两个非常直升的前队 一个是制作人 一个是我的老师 可是我受益不浅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蛮好 然后要跟一个年轻人 零零后合作 我很怕有带勾 可是还好没有 所以期待明天 他面临的最大另外一个挑战 也就是主持人的掌握能力 因为这些歌曲唱多了 跳多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刻板 很制式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在从这个很刻板 很制式的舞蹈动作里面 再创造另外一个feel的东西 让这个party的感觉出来 就很重要了 其实各个姐姐就给我操得很痛苦 她们可能大概跳到脚都发抖了 因为我要求 因为这个是party 所以你一定要你的肢体的动作 你的feel 你的节奏 你要投放出去的感情 一定要跟你平时在 在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 跳的舞要不一样 因为这个舞台不一样 在party里面你的感觉 你要掌控 你要带领 整场一千人的观众一起跳起来 你知道那个控场的能力要多厉害吗 小朋友最期待的就是这个舞蹈的环节 所以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要做到位 所以这种种的挑战结合起来 其实当然整个的压力是来自于 到最后我们怎样再让父母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after三年之后 你想想看一个儿童的品牌 一个儿童的歌曲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办得成演唱会的话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你们从安宁过来的天 Pini 我们从KL来 接着我们从马牛姐来 我从书班过来的 我们从法生 我们来自法生 我们是从你来来 所以我们要起早一点 因为我第一次来这边 可以坐跟前面最好 因为她很期待 她从早上期待来这里期待到现在 所以我才这么早来 先排队可以坐最前面的位置 因为孩子说要和几个姐姐 各个们有这个互动 你们的这个通告一出 在这个Facebook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就报名 就马上就被收到通知了 就知道了 然后就说她要打扮成球球那样 就叫我 叫爸爸帮她想一想 就我们连夜昨天 昨晚做出来的 我每样东西都要她自己亲手做 会对她比较有意义 要不然她来 可能她也不懂 来了 完了 就忘记了 她很喜欢唱跳的 所以就带她来参与 有这样的节目 我们都会带她去参与 每一次我就看到那些父母跟小孩子 就真的从四面八方 我没有 这个形容是没有假的 就四面八方的涌进来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 其实我们何德何能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说为什么会让父母这么地支持我们 或者说为什么会让小朋友那么喜欢我们 这种喜欢 这种支持 你真的会觉得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 其实更感动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支持 我觉得是一种共鸣的感觉 这种共鸣是很珍贵的 因为大家其实不认识你 为什么他要那么喜欢你的童童 为什么要那么喜欢你的歌曲 所以这种共鸣的感觉是很珍贵 很珍贵 很珍贵的 因为没有人有这个责任 好了吗 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 特别是后面的朋友 Are you ready 小太阳欢乐派对正式开始 大家手手不要紧 我们有请BJLV承嘉明 小太阳欧喻 都是我本 還是我 不用共學習 都是我吵 還是我的心理儲蓄 媽媽說只要我能夠 提高專注力 等些幫寫成法表 總統都記得起 我要找我 讓我當來懶惰 用共學習 我要換作 讓我做完功課才能出去 媽媽說只要我 不能做我好我自己 當然不用擔心 未來我自己卻能不懂 我說偷偷 你說好 偷偷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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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我吵 我 還是我想得到注意 到底是愛哭 我 還是輸了在家家作戲 他媽說只要我 我能真是面對自己 當然小孩老是同學都會希望我 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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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Alvin 為我們帶來改變自合輯裡面的其中一首歌 做好自己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Alvin TJ 嗚呼 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我是從孩子王認識Alvin的 而且他還是音樂組的冠軍 謝謝 對 可以告訴我們 這台機器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台機器的名字叫做LOOPER LOOPER 對 LOOPER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重複的東西 只要我把聲音錄進去這家機裡面過後 它就會重複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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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重複 重複 重複 所以你的意思是 剛剛我們所聽到的所有的BASS 所有的MELODY 都是你現場錄進去的 對 就現場錄進去的沒有錯 哇 各位觀眾 我們給一個掌聲Alvin 這實在是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好 再次掌聲送給Alvin 謝謝他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 開場表演 也請大家等一下一定要留意他 因為他後面呢 還為我們帶來非常精彩的SOLO 再一次謝謝 好了 接下來的這一位嘉賓呢 我相信現場所有的小朋友 都對他非常非常的熟悉 他曾經是 童童歡樂園裡面的姐姐 而他目前呢 是一名歌手 也是一名新進的創作人 我們一起歡迎 Stephanie劉沛馨 Yay 哈囉大家好 好久不見 送給你們這首 我寫的搗蛋鬼 希望你們喜歡喔 小朋友會唱嗎 會不會 會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玩具車裡面究竟有沒有魔鬼 故事書撕開裡面是否住著誰 我的寶箭能不能在牆壁上 畫出玫瑰像媽媽一樣美 我不是一個搗蛋鬼 我在尋找 隱藏的寶貝 也許她就躲在房間裡的棉被 她才是搗蛋鬼 這裡有沒有搗蛋鬼啊 這裡有沒有搗蛋鬼啊 沒有的話 舉起你們的手 喔好像有蠻多的 多一次喔 有沒有搗蛋鬼 請舉手 哈哈 玩具車裡面究竟有沒有魔鬼 故事書撕開裡面是否住著誰 我的寶箭能不能在牆壁上 畫出玫瑰像媽媽一樣美 我不是一個搗蛋鬼 我在尋找 隱藏的寶貝 也許她就躲在房間裡的棉被 她才是搗蛋鬼 我不是一個搗蛋鬼 我在尋找 隱藏的寶貝 也許她就躲在房間裡的棉被 她才是搗蛋鬼 謝謝你 你是搗蛋鬼嗎 不是 你送我花 你是乖小孩對不對 我不是一個搗蛋鬼 我只是還 不會分錯 對 我看見的世界 其實非常的美 歡迎你來排隊 耶 好棒 謝謝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 Stephanie 劉沛欣 我們一起來歡迎 We are Wonder 詞曲創作人 羅藝師為我們帶來一連串的走曲 不要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把問題都來成別人的問題 我要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會變得容易 會唱喔 會唱喔 到底是我笨 還是我不用共學習 到底是我慢 還是我 的心得出去 媽媽說 只要我能夠 提高專注力 提寫墨寫 懲罰表 通通都記得起 會唱嗎 要大腦唱喔 到底是我吵 還是我想得到注意 到底是愛哭 還是輸了 假假作息 媽媽說 只要我能做好了我自己 大人小孩老師同學都會喜歡我 不要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把問題都來成別人的問題 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會變得容易 不要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把問題都來成別人的問題 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會變得容易 喵喵 可愛的花貓 吃飽飽就愛睡覺 來吧來吧喵喵喵 跟我一起唱歌謠 來吧來吧喵喵喵 別總躲在那牆橋 我知道你愛玩多貓貓 請你給我一個安好 請你給我一個安好 我只是想把你找到 哎喵喵 好難找 喵喵 可愛的花貓 可愛的花貓 吃飽飽就愛撒嬌 喵喵 可愛的花貓 吃飽飽就愛睡覺 好 剛才那首歌有聽過嗎 有嗎 家長都會唱嗎 Zither Harp 我的妈妈最喜欢煮咖喱 因为爸爸她喜欢吃咖喱 吃什么都爱淋一点咖喱 好味口音味有咖喱 家电夜家饿吃到快打喷嚏 还可以加剪肠朵和锋利 家电辣椒饿烂到快打喷嚏 烘烂烂烂香味占腹笔 早餐的时候可以吃咖喱 午餐的时候也可以吃咖喱 晚餐的时候可以吃咖喱 好味口音味有咖喱 我们最爱咖喱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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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pow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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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super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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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wond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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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fighter 独一无二 永远要记得 你们来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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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pow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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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super 我们都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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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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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wonde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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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fighter 独一无二 永远要记得 我们是独一无二 永远要 throw 永远要 谢谢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罗奕师 也谢谢顺便的吉他手 韋傑 谢谢韋傑 谢谢韋傑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也把Stephanie 刘佩馨 一起请到台上来 来 非常难得两位一起同台 对不对 两位都是创作人 我是新人 你是新人 新的创作人 OK 好 下一句不要讲了 我还跟艺术老师多多学习 是是是 是姐姐 对的 姐姐 她是小太阳的旧人 OK 对 也可以讲说比较自身 创作是新的 对 那我先问一问Stephanie好了 我相信Stephanie 第一次献出自己的作品 也会有这个满足感对不对 非常有这个 非常有 就是有很大的满足感 因为以前 我在童童花乐园的时候 跟小朋友一起唱跳 已经就是觉得 哇 好像在开演唱会一样 可是这一次是因为自己写的歌 然后小朋友 在唱我的歌 在跳我的歌 我觉得 哇 这个感觉好神奇 因为从主持人 然后变身成为创作人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 这一是呢 你会不会往儿童歌曲创作的 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其实写小朋友的歌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平台 所以呢 我们能够写很多原创的歌曲 嗯 然后把这原创的歌曲呢 写的 我觉得其实歌曲的话 它就是陪着小朋友长大 是 对 所以呢 我真的很希望说 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陆续做更多更多更多的原创 儿童歌曲 然后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那个意思也非常棒的 可以陪伴着小朋友长大 当这些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呢 嗯 他们会记得 我们小时候 就是他们小时候 都唱过这些歌 对 他们会说 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是 就非常 我非常的期待 我非常期待 小朋友们 今天在场的每个小朋友 以后长大的时候说 那首歌原来是你写的 我会唱 对 对 我非常的期待这个 好 我们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 超的分享 谢谢 各位观众 小太阳自2014年以来呢 发出了第一张合集之后 就已经走出了大荧幕 我们积极地走遍全马各地 接触了上万名的孩子 以及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见证了 统统花乐园里面 以及逗逗摇摇里面 歌曲的魅力 而且我们也感受得到 这些歌曲 让小朋友快乐唱跳的满足感 接下来的这个影片 要送给每一位 曾经以及未来 将与小太阳 一起带领这孩子 快乐成长的你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片段 我们一起带领这孩子 为何梦想 好想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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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生日 我喜欢这样子表达 一起为大自然 画一幅画 请让出你心里一些空间 哈啰 哈啰 我 领教通通 自2014年 ASRO小太阳推出了第一张的 快乐唱跳合集 连续三年创下万张销售的记录 成为马来西亚最畅销中文儿童专辑 马来西亚那些年间 传奏度超高的一首首歌曲 获得父母与孩子的巨大回响 这些年间 我们积极地走遍全马各地 带着小太阳的吉祥物 彤彤和武力魔法小精灵 以及哥哥姐姐们展开系列的校园学会演出 与上万名孩子一起透过唱调 汲取正能量快乐成长 并举办家庭日 公开见面会 工作坊等大小的活动 与父母和孩子进行更亲密的互动 并在2018年 获天荒的耗资百万 举办全马最大型万人儿童歌舞剧 接下来 小太阳将近视以玩中学 学中玩的精神 让《月教娱乐》的优秀音乐作品 世代传承 并与父母携手陪伴孩子快乐迎向成长 让我们一起节级正能量 启动唱跳热潮 一起见证《陪除愿》系列 小太阳快乐唱跳核心4 火热万的诞生 好 各位观众 马上就是我们的推荐里 我们再次与热烈的掌声 欢迎哥哥姐姐以及彤彤回到台上 好 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好不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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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好 还有小可姐姐以及小诗姐姐 对 另外我们还要邀请音乐制作人 罗艺师 还有创作歌手Stephanie 以及Alvin 陈嘉梅 一同来到台上了 马上我们有请儿童内容品牌 金礼 钟三山上台颁奏纪念评 也拿到催生专辑的《灵魂人物》 首先要欢迎的是 制作总监叶泽泽 太大了 接下来我们有新彤彤花乐园 音乐总监罗艺师 还有逗逗摇摇的音乐总监 冠浩 谢谢我们三位非常劳苦功告的嘉宾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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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恭喜 wildlife intra wool 小太阳 地涉辩 小太阳快乐唱跳合极四 Volue 1 也预助 cognitive专辑 Bisyoun Spe bucks 升了 好 我們現在來一張全體大額照 請所有的媒體朋友就讀 接下來小太陽將以 繼續以玩中學學中玩的精神 讓優秀的音樂作品世代沉船 讓我們一起集結正能量 啟動創教日常 各位現場的朋友 其實小太陽不僅僅是一個頻道 而且它也是一個平台 讓所有的小朋友們 可以完成自己的夢想 通過小太陽可以讓全馬的觀眾 看到你們的才能 就像我身邊的這一位Alvin 它也是通過小太陽 今天就站在這個舞台上 它將演繹 改編來自《痘痘瑤瑤瑤》裡面的 其中一首歌曲 各位現場的觀眾 一起高舉你們的螢光棒 好不好 後面的朋友一起舉起來 跟著我的手 跟著音樂一起揮動 跟著音樂一起揮動 非常棒 接下來 讓我們一起靜靜 Alvin為大家的演唱 跟著音樂一起揮動 記得要舉起你們的螢光棒 跟著我一起 左 右 左 右 再來 左 右 左 右 警察叔叔你好 保護大家安好 壞人見你主炮 有你最可靠 一生愛你好 聽聽我的心跳 靜靜我的心跳 有你最可靠 这个世界不再完美 可是我们不期内 大家都活在这世界 努力勇往直前 我们的小小英雄 是我们心中的龙 握着你们的双手 一起努力向前走 我们说花了时间 像等于爸妈的星星 孩子做得不对 所以才懂得叫做学 不管有多累 只要我做得对 爸妈父母一定会坚持 到底备在我身边 我们一起努力向前走 从不放手 这世界需要我们来收 遵守承诺 如果没有你们的存活 怎么会出现了我 耶 连我们都曾经失败过 失去自我 虽然失败了自为难受 早已渡过 如果没有你们的存活 怎么会出现了我 你再说 又再哥了你好 爱被这大友抱 存续把心送到 有你最可靠 一起来 君律师姐姐你好 爱出美味佳肴 把我独自都填包 有你最可靠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英雄的出現早已超過了百年 我們的世界感謝有你的愛無悔 我們的世界有你就會更完美一點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放學的時間 英雄們就會出現 在我們回到了世界的原點 我們要學會懂得如何去感謝 警察叔叔你好 保護大家愛好 壞人見你主抱 有你最可靠 有你最可靠 謝謝 謝謝LV 程家銘的演唱 好 我們大聲一起歡呼 讓哥哥姊姊們上台來好不好 好 一二三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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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 我說嘿 你說哈 嘿 哈 嘿 哈 嘿 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跟這一起做 有沒有在做 對了 很好 來 傳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大大圈 把大大的成績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說嘿 你說哈 嘿 哈 耶 太大了啦 大家的身體是不是都熱起來了呢 可不可以讓我聽到你們的聲音 Say yeah 耶 還是覺得很小聲 我們再大聲一點好不好 Say yeah 因為待會我們不只要跳跳跳 我們還要唱唱唱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不可以請現場的小朋友 我們一起做一隻小花貓 小花貓 有沒有看到很多的花貓喔 後面的朋友 我們現在把手放在這裡 嗯 一起說 喵 喵 可愛的花貓 我們轉向這裡 爬呀爬 爬呀爬 轉前面 另外一邊 爬呀爬 爬呀爬 轉前面 貓咪躲起來了 哎喲 你好難找 最後我們一起做貓的動作 喵 我們要聽到大聲一點 我們一起說 喵 耶 我們現在跟音樂一起來做花貓 喵 準備好囉 打開 喵 再大聲一點 喵 喵 準備把手放在頭上 喵 喵 喵 可愛的花貓 喵 聲蘭要愛撒嬌 喵 喵 可愛的花貓 迷著眼像在偷笑 爬呀爬 爬呀爬 喵喵喵 跟我一起唱歌聊 另外一邊 爬呀爬 爬呀爬 轉前面 別總躲在那牆角 我知道你愛玩多貓貓 喵 請你給我一個安好 我只是想把你找到 哎呦 你好難找 喵 喵 可愛的花貓 拍拍爪子 甜甜貓 喵 喵 可愛的花貓 吃飽飽就愛睡覺 打開你的手 喵 再來一次 這邊的朋友 喵 要很大聲的 大聲一點 喵 最後一次很大聲 喵 喵喵 可愛的花貓 眩蘭要愛撒嬌 喵喵 可愛的花貓 迷著眼像在偷笑 爬呀爬 爬呀爬 轉前面 跟我一起唱歌謠 另外一邊 來吧 來吧 喵喵喵 別總躲在那牆角 再來一次 爬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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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 後面的朋友要一起坐 一起唱歌謠 來吧 來吧 喵喵喵 別總躲在那牆角 我知道你愛玩的貓貓 請你給我一個安好 我只是想把你找到 哎呦 你好難找 喵喵 可愛的花貓 拍拍爪子 天天貓 喵喵 可愛的花貓 吃飽飽就愛睡覺 我們再一次 吃飽飽就愛睡覺 我們再一次好不好一起說 喵喵 你也在那邊 全場的朋友跟我一起 做好自己 小朋友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 跟我一起大聲的喊 做好自己 感覺這裡聽到了 可是樓上的朋友們全部沒有聽到 外面的朋友沒有聽到 我們再一次最大聲最大聲的好不好 一起喊 做好自己 好 準備好 滾 向旁邊搖 搖搖搖 搖搖搖 跳 跳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再來一次 做好自己 媽媽說只要我能夠提高專注力 聽寫默寫成發表通通都記得起 要不要 不要不要再找藉口 不要把問題都來上別人的問題 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會騙得容易 給我看看大力士的動作 嘿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好 好 做好自己 媽媽說只要我能做好了我自己 反而不用擔心未來我自己決定 對 開始 要大大力的搖額 哭 搖搖搖 搖搖 搖搖 搖 搖搖 跳起來 嘿 嘿 嘿 蛤 很吵 還叫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一起喊 做好自己 媽媽說只要我能 crist年對自己 當然小孩老實同學都會喜歡我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再找借口 不要把问题都来生别人的问题 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容易 再来一次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再找借口 不要把问题都来生别人的问题 我要我要做好我自己 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容易 到了大律师的动作 大律师 做好自己 跑 做好自己 妈妈 做好了我自己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一起大大声地喊 做好自己 跟妈妈说 做好自己 给自己一个 赞 我们都要做好自己 哦 一起跳起来 耶 宣传所有的小朋友们 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首歌曲 也是今天晚上的高潮 我们准备了一首舞曲 送给你们 准备好了吗 好变得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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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领夹 一领夸 好变得太强了 准备了 absurd 一起跳 通通 面上掛著快樂的笑容 每一個夢 力大無窮 一起冒險往前衝 踏步 Hello Hello 我名叫通通 我是一名快樂的兒童 喜歡英雄 點到尾頭 我和你沒有不同 Hello Hello 我就是通通 親戚的我快樂的笑容 在我的夢 有個宇宙 讓我冒險往前衝 我和你真的沒有什麼不同 都是一群勇敢無比的通通 我抱上一彩虹當天空 我要做帥小英雄 Hello Hello 我名是通通 臉上拐著快樂的笑容 每一個夢 力大無窮 一起冒險往前衝 一起冒險往前衝 一起冒險一定成功 我們一起開車 開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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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圈子離我多遠 開過來要多少時間 不確定好危險 旁邊 越過馬力的對面 我最快要多少時間 不確定別冒險 說卡中國 麻邦的手讓我牽最安全 老實的手讓我牽最安全 倒唔 Administ者 攝工的時候讓我牽最安全 交通規則要瞭解 麻邦的手讓我牽最安全 老實的手讓我牽最安全 estaban後退 交通規則要幾求安全 搖 一起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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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 開車子 準備要發了 那車子離我走遠 開過來要做少時間 不確定好危險 越過馬路到對面 我最快要做少時間 不確定別冒險 HOT HOT 悶悶的手 讓我牽最安全 鬧失的手 讓我牽最安全 想說的手 讓我牽最安全 找到規則要了解 想說的手 讓我牽最安全 鬧失的手 讓我牽最安全 想說規則要了解 想我安全 剪頭 有 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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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殿下 聖殿下 阿公睡著了 可以的電視開著 太陽 亮出來的 照火燈還亮著 大家出去的 東山 冷氣太陽的 被子偷偷過著 為什麼呢 Moling Kong Koling Kong 對 教大家 深夜的方法 CALLING 神殿下 做個小專家 順便大家做 嗨 音樂 來 動作 神殿下 阿公睡著了 肯定便是開著 太陽出來了 唱歌燈還亮著 大家出去了 夢想扶我吹槍 動機太冷了 第一次好好破綻 為什麼呢 CALLING CALLING 神殿下 教教大家 深夜的方法 後面的朋友 CALLING 神殿下 做個小專家 順便大家做 最後一次 CALLING 神殿下 教教大家 深夜的方法 CALLING 神殿下 做個小專家 順便大家做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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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HELLO HELLO 舉起手 再唱了 一直唱 歌 書 男童跟我走 彤彤小英雄在出動 BREADY SET LET'S GO 左手 左手 一二三四五 Give me five 換你你你你你加入 彤彤這個大家族 唱跳屬於混樂的舞步 右手 右手 右手A B C D E 我說A B C 你說D E 統統的快樂學習 微笑反其最美的練習 一起唱 HELLO HELLO 舉起手 爆熱樹 然後跟我走 統統小英雄在出動 Ready Set Let's Go HELLO HELLO 再一次 揚起肩膀上的披風 每一次體驗大不同 Ready Set Let's G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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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的朋友 小明星的朋友 HELLO HELLO 讓我聽聽正義的正義 HELLO 嗨 嗨 我們一起舉起左手 左手在哪裡 HELLO 左手一二三四五 Give me five 歡迎比你一地加入 彤彤這個大家族 彤彤屬於快樂的舞 小明星的朋友 請你們跳 揚手A B C D E 我說A B C D E 彤彤的快樂學習 微笑反其最美的練習 一起跳起來 HELLO HELLO 舉起手 爆個樹 然後跟我走 彤彤像英雄在主動 Ready Set Let's Go HELLO HELLO 開起頭 揚起肩膀上的皮膚 每一次體驗大不同 Ready Set Let's Go 彤彤 我們一起跳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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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起頭 揚起肩膀上的皮膚 每一次體驗大不同 Ready Set Let's Go 彤彤笑一聲 Let's Go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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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掌聲 送給我們的各位姐姐 大家一臉出來 這麼精采的唱跳環節 小朋友們真的很棒 我們給一個掌聲 他們可以嗎 所以掌聲送給你們自己 特別是爸爸媽媽小朋友們 長達兩個小時半的時間 一直都陪著我們對不對 對 而且剛剛我們所聽到的 所有的歌曲 都收錄在這次的合集裡面 所以大家不要猶豫了 趕快把它 賣回家 那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來一個 Play 主任的口號好不好 好 感覺小朋友還亦有未盡 好 準備小朋友 還記得Play 主任的口號嗎 準備 1 2 3 雷 主任 雷 主隊 謝謝 好 再次謝謝所有餐 其實為了今天的這個歡樂派對 我們從星期一就開始排練了 那其實過程當中呢 我們大家都有很緊張 很壓力的時候 當我們結束了這一切之後 我只覺得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如果你很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很需要 有很 付出很大的努力 才可以完成一件事情 其實每一次活動結束了過後 雖然體力上是累的 但是心靈 然後當時候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感覺到累的 讓我會會心裡笑的是 小朋友的笑容 他們那份幸福 他們的天真 他們的統整 那一個給我們的眼神 真的是很 讓我很難去忘記 有一個小孩子跟他媽媽一起來 那他上台拍照和簽名的時候 他突然間對著我說 小曼姐姐 我的孩子很喜歡你 那時候當下我其實很想哭 因為我覺得我的努力被認可 就是我覺得我有被人喜歡 那我覺得很感動很開心 謝謝你們 就是因為這樣的鼓勵 它就激發了我們 會讓我們更加清楚 自己想要散播出去的事情 就是一直保持著同樣的理念 就是把正能量和快樂 散播出去給小朋友們和家長們 到唱跳舞環節的部分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 都站起來跟著我們一起跳 有一些是很熟練的在跳 有一些就是很全神 灌注的跟著我們的節奏一起跳 那時候我的感受是無比的感動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很專注 很雀躍的心情 在跟著我們一起跳 而令我在台上有一種 我真的很想要衝下去抱著他們 跟他們說 小朋友你們真的是太棒了 我現在覺得心裡的大石頭 終於放了下來 因為這個歡樂派對對我來說 意義非常地重大 因為它不同於我們普通的旅遊 它的場面是如此地盛大 而且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專輯 而去跟大家有這一個派對 所以這幾天的壓力非常地大 那剛才在台上我也已經豁出去了 我覺得我已經做到最好 所以現在就覺得一切都很值得 而且看到小朋友都這麼開心 一切都值了 小太陽就做了很多的嘗試 做了很多不同的試驗 也包括了他出去 在馬來西亞的各個地方去走透透的 因為整個團隊就處在於說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帶給馬來西亞父母的 還有什麼東西我們還可以跟小孩子一起玩的 所以我們開發了不同的節目 然後我們開發了不同的活動 然後我們也嘗試去舉辦了 我們的第一場的萬人的兒童歌舞劇 然後也越來越覺得說我們不能停下來 就有一個使命要把兒童的內容 兒童的品牌越做越好 或者說做一個真正屬於馬來西亞的品牌 小太陽 所以三年之後我們再回來 這個第四張專輯就是一種延續 因為我們Astro小太陽真正讓人家認識 的確是我們從第一章合輯開始 重新出發或者說 以一個更有歷練的小太陽 更成熟的小太陽 更加有底氣的小太陽 會出現在大家面前 所以這一個感覺 我希望我們可以傳達到 給父母跟孩子知道 Let's come together, let's join together, let's hand in hand together HELLO, HELLO,舉起手 包個書,然後跟我走 通通笑,英雄在出動 Ready, set, let's go HELLO, HELLO 第一次來這裡有點興奮 因為從來沒有再過 沒有想到他會享受這個過程 他們都很棒 他們也給小朋友很多正能量 都很好,很好的一個節目 HELLO, HELLO,舉起手 包個書,讓他更活動 通通笑,英雄在出動 Ready, set, let's go 讓你打擾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